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說公差是√2-√3 而 前九項的總和是√7的話 那麼請出第五項是多少 哇 這個 我們前面有想過九項總和其實也不是不能算 九項總和是九個首項和1加到8總共有 36個公差 九個首項和36個公差合起來是 2分之√7而一個公差是√2-√3 於是可以求出A1 但是呢還挺麻煩的 這個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教大家一個在算這個 等差級數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那它不只是技巧而已 它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 但後面都很常會使用到 來想想看這個問題 如果我倒過來問 我們剛剛是給S9 對不對 然後要問第五項 那如果我給你第五項 要問你S9呢 其實我們上面這個問題 講句實在話 我的這個 這個提示是可以遮起來的 那教大家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那個麻煩 老師也一定要跟學生講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我們像我們說 等差數列或等差級數是可以思考是由A1和D 由首項和公差所組成的二元一次的問題 那既然是二元一次的問題他要解開來 他最後要求這個東西就是如果你想要解開來 整條數列 然後問D 幾項或問S9 前九項的核的話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解開來兩個 二元的未知數的問題你需要兩條方程式去連力求解 可是他只有給一條 A5加10 A5等於10 這裡也是我說前面這個其實可以遮掉 遮掉的話就只有一條 就是S9等於 2分之根號7 也就是他只有給你 9個A1和36個D 是2分之根號7而已 那這樣子為什麼就可以求他呢 那其實就是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原因 我們來看看 一樣 先從這個問題去想 如果我知道第五項是10 他問你S9 根據我們前面在等差數列就已經學到關於等差中項的知識 你可以知道 如果我的第五項是10的話 那麼 我第四和第六項合起來就是10的兩倍 然後我第3和第七項合起來是10的兩倍 然後我第2和第8項合起來也是 然後第1和第9項合起來也是 對不對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說到這個 我要怎麼判斷 我要怎麼判斷他的等差中項是A5呢 我們說這個A1和A9 1加9 我們說他的項數合的一半 1加9 如果除以2的話就會是5 所以他們的等差中項就是A5 所以今天的這個道理也是一樣 他今天問S9 他問S9的話 那他又給你的A5 你留意一下 我把9加1 我如果把9加1 然後除以2會是5的話 那就代表說我今天可以變成這樣子 於是我整個S9就會變成是 一個 我這兩個就是兩個A5 我這兩個又是兩個A5 我這兩個又是 合起來又是兩個A5 我這兩個合起來又是兩個A5 所以我等於每一項都把它當A5再合 那這樣子的話我的S9其實會是90 於是 來看這裡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這個要把它抄到你的筆記本上 第N項的合是等差中項 去乘上N 那這個等差中項是哪一項呢 我剛才講的 他是 A1 A1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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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2 他的項數會是你的N加 然後除2 這就是你的等差中項 OK嗎 於是 等差中項我們又說了嘛 既然你這個是等差中項代表他是第1項和第N項的 等差中項 對不對 所以說他是 A1 A1加 AN除2 所以你看我們前面有一個公式 S他是 手項加末項乘以像素除以2 如果我先 先除以2 就是手項加末項除以2 這個就會變成等差中項 然後乘以N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推導出這個公式 這就是 同一個姿勢的另外一種推導 極速和是手項加末項乘以像素除以N 如果我先把手項加末項除以2的話 就會變成等差中項 這個就會是等差中項 然後拿他去乘以N 這樣就是極速和 OK嗎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可以再補充一個概念 其實同一件事情我們換個方式說 既然我 等差中項 比如說9項的等差中 9項的極速和 既然我9項的極速和 合起來相當於是9個 A5的話 那我就可以說其實A5就是這9項的 平均嘛 對不對 我說 等 我說等差極速是等差中項乘以N 我如果把這個N除過去 你就會得到這一個 等差中項 是 等差極速除以N 那等差極速是連續加加加加加起來 然後除以N這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平均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思考 如果他是等差速列的話 那麼中項其實就是他的平均 所以他的整條的 合就會是把平均除以N 可以嗎 那稍稍的延伸一下子 就是說我不一定一定要取 取出等差中項 我不一定要取出等差中項 所以我也可以怎麼樣呢 我說 我們的等差中項可以用 首項加末項除以2 來去取代他 我就不一定要真的把等差中項一定要算出來了 所以說如果今天一樣是9項好了 123456789 如果我就已經告訴你 我就已經告訴你我的 最後這一項是 26 如果我已經告訴你我的最後這一項是26 而我的第一項是-6的話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 其實我就可以知道他 整條 整個這個 極速就是首項加末項乘以項數除以2 所以是首項加末項除以2之後就是等差中項 乘以項數 又或者怎麼樣呢 又或者我不一定一定要知道這兩個和這一個 我只要知道他在這個數列中 某兩個位置是對稱的位置的 比如說我知道 這一項 假設 再換一下 比如說我假如知道他的a2 是31 而他的 A8 這樣是A8 而他的A8 是-11 如果我知道這兩項的話 我也不用一定要求出等差中項 我也不用一定要求出所項末項 我就知道 S9 其實也可以是A2加A8 乘以項數除以2 因為A2加A8的等差中項會跟A1加A9的等差中項是同一個嘛 那所以說 我的這個SN呢 其實我可以拿 AM 和 N-M 去算就可以了 應該是 N正向 外面這個是 N-M加1 那不過這個是多餘的啦 這件事情不要背 如果是 AM 和N-M加1 然後除以2乘N 這個不要背 不要把它當公式背 這個也不要當公式背 就是說你要了解等差中項的這一整件事情 我們寫這麼多只是為了讓你對這一整件事情有更 多種不同角度的認識而已 不是說我要背六七條公式 然後其實都要講同一件事 何必 回來看上面這題 於是 於是 A9 於是呢這個 S9是2分之根號 其實那麼A5呢 他就會是 整個極數的平均 所以A5其實是S9除以9 你如果還不習慣的話你就寫S9 是 等差中項乘以項數 那你除過來其實就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就是 18分之 很好奇 這樣可以嗎 我們利用這個例子 就是 9項的這個例子 我們來用另外一個角度 再來推論這件事情 9項的極數核是9個首項 加上 從1加到8 36個公差 36個公差 對不對 而今天他問的 A5本身 是 A1加4D 那你會發現其實我把這個東西 除以9 A5 就會是18分之 然後17 就會是A5 對不對 就是A1加4D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樣子幾個首項 然後幾個公差的這個角度去看 那你可能會想說 這樣子還蠻巧的 為什麼那麼巧呢 其實也算不上巧啦 因為我們 這個 我把 我把極數換成是首項加公差 A1 A1加2D A1加3D A1加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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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補補補補 到最後是 A1加8D 這樣子 這個是 0D 所以那我就说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多巧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你不看A1的时候 你下面这里 0D 1D A2是1D A3是2D A4是3D 0D 1D 2D 3D到8D 其实这个下面的公差的部分 本身就也是等差数列 它的公差就是一个D 对不对 所以说它本身也是等差数列的话 那当然它最后 它的平均 也就是它的这个急速和 也是依然会是它自己的宗像 从0到8的宗像 这样子加起来除以9 这样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也是落在等差宗像上面 所以它会刚好 它会刚好跟它 跟整个D的部分的数列 会跟刚好跟整个的数列 拥有同样的等差中向 就是都是第五项 是这个A1加4 10D 懂吗 就是我整个A1到A9的 等差中向是A5 其实我从0D到8D的等差中向 也是中间这个10D 所以用这个方式也可以推论 那么于是我们来练习看看 这里有三个问题 想一想 好 这个 来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在国中课本 历史现在大概上到中国的元朝左右吧 那来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课本上没提到的啦 老师不是跨行教历史啊 你看我都没有教课本在教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其实历史地理公民 这种东西算是 其实包括生物和地科也是 我都跟有的时候有学生或家长会问我说 要怎么就是小孩子要怎么去练习这些科目 我都说这些科目叫做素养 素养局 就严格说起来 就是你好像以为你只是在背课文 背完就来考试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哇 里面 你会发现还蛮容易错的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答对率提高呢 除了就是 背得很熟或者很聪明之外 写很多题目之外 其实就是说你在这个领域上面 懂得知识越多 你涵养你这个领域的素养越够 你就越容易答对 因为你就知道可能是怎么样 不可能是怎么样 数学跟理化就比较不一样 数学跟理化你看我们整个上课的过程 就是推论推论推论 他不会因为你比较有数学素养 所以我觉得这一题的答案应该有根号 那不可能 我都跟学生说数学最忌讳的就是用孤的 虾摸 我觉得这题应该二分之三吧 不可能 那如果你推论的过程是正确的 你最后就算你的答案很丑陋 什么三分之跟号五减跟号二 每一步都没有算错 他就是对的 这就是数学他是推论的知识 理化也是 但是生物地科 历史地理公民 这种都是素养学 就是你让自己的素养提高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介绍介绍这个 到了宋朝 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个词叫理学 宋明理学的兴起 什么叫做理学呢 我们在汉朝的那个时候 我们介绍了汉朝人学如数 当然这个有带一点点有熊老师个人的意见啦 那也我的意见那不是我自己无聊的意见 就是我看到的书他让我的感觉 那我们在课堂在闲聊的时候 就是说汉朝的如数有一点点瞎掰 瞎掰的感觉 就是汉朝的人一开始喜欢用春秋来去瞎掰 说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 不应该要怎么样 那你瞎掰久了 当然就会有人质疑 啊我觉得你这个根本就瞎掰了 那怎么办 哦不是哦我的不是瞎掰的 你看我讲这句话是有典故的 他们就会去翻 翻留下来的一些文献 翻某个人的著作 比如说孔子讲了某一句话 我这样子解释到底对不对 只不与怪力乱神好了 那不与怪力乱神 只不与怪力乱神 我说这个孔子呢他不会说话 孔子不会说话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一定有什么力量在扰乱他的精神 当然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与怪力乱神的意思是指说 孔子不说那些怪力乱神的事 就是孔子不喜欢跟人家谈神啊 鬼啊拜拜啊这种事情 那但是如果今天我用了我的解释 我说孔子不会说话 这一定是有种奇怪的力量 去找到他的心智 那你就会说听在瞎掰 你说我不是瞎掰的哦 你有没有看过宋朝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学者叫做比如说司马向如 他的某一本书啊 他的某一本书 他就曾经提到过什么什么啊 那又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看过 战国时代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比如说孔子的学生子录啊 只录他的某一本书又写过什么什么啊 所以从哪里从哪里可以得知我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是挺有道理的哦 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做 训估 就是去考古啦 去翻古文献来验证 考证 那到了汉朝哦 除了秤伟学之外最流行的就是去训古 好 所以这个晋朝 汉朝结束之后是晋朝 然后东晋 晋 晋者两个而已 晋 晋朝的人喜欢做柱 那到唐朝的人喜欢做柱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有一些很有名的柱 比如说这个 易经 易经 里面有这个 易经 易经 然后孔子去解释易经 或者是他去搜集 有人搜集了一些 解释易经的话 叫做戏词 我们有易经 然后用 解释易经的话 于是出现戏词 然后出现戏词之后再解释戏词 再出现什么 再然后再解释他又一直不断的解释 对一个经典所做的解释叫做柱 然后对柱再解释 就叫做树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假如说易经 记得好像戏词里面 孔子说什么 天行鉴君子以至强不习 讲了这句话 天行鉴 他的意思是说 就好像天理 天体上的星星 这样子就是自己不断的运转 天就他天理 自己不断的运转 那君子有得之事也应该要像这样子 自想不习 那于是就 他这个是他对易经的一个注释 那于是就会有人在对他在做注释 其实呢 孔子讲的这个天呢 他不是讲天上的天 他是讲我们人的心 天呢是指心 我们的心呢 每天都要怎么样 这个要运作 然后要保持他的这个愉快 然后有人就会去驳斥他之类的 于是我就在就会写出一本 比如说戏池伯汉柱 那我就讲到这个戏池里面的天呢 其实是指心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呢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写 又写了一大堆 那于是就会又有人再来说 其实 那个当我死之后 然后假如说我是有名的文人 就会有人拿我写的东西来说 其实啊 伯汉在讲这个天就是心的时候 他讲的不是 人的 这个心 他讲的是人的灵魂 就是我们可以把 这样子的东西 传递到后代去 因为透过灵魂的转移 什么什么 那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从汉朝开始进行了蛮无聊的儒素之后 到晉朝的人帮 经典做素 到唐朝的人帮 晉朝的人帮经典做柱 到唐朝的人帮 晉朝的人做得柱 再做解释再做柱 于是呢 有所谓的这个一字百柱 一柱百柱 就是说 原本理 原本那个比如说 月经 礼经 易经 里面的一个字 要去解释他 用一百个字去解释他 然后那个柱里面的一个字 又有一百个字在解释他 到后来一点点的东西 就一直不断的去做柱 做素 尤其他们讲唐朝的人 唐朝的读书人 在做素的时候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他们 力不破柱 就是说 前面的那个人 比如说柏翰 他写著 不管你心里觉得他在怎么荒谬 在唐朝 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都不会去指证他 他们会不断的再去找理由瞎掰 不断的再去找理由 去讲 其实他指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 到后来也许新的知识出来了 发现其实古时候的人讲的话根本没有道理 像说什么什么太阳有 太阳有十颗 然后被后裔射掉九颗 那根本不合理啊什么的 但是到唐朝的时候他们做素的时候 做素的时候他们的坏习惯就是 他们都不会去更正古人的说法 他们就会是帮他帮古人圆皇 其实啊 古时候的人说唐朝 说太阳有十颗是有他的道理的 其实呢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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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搞的 就是从无聊延伸到更无聊延伸到超级无聊的时候 最后终于宋朝人就看不下去 宋朝的有名的人 从这个邵雍 开始到二臣 臣尹臣昊 兄弟 一直接着往后到后来到南宋有珠希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有自己的想法 他就觉得说我要学东西 我不要 学这种阿利阿招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们看那个 陶渊明会说他自己好读书不求圣洁 那很多 那个老师就跟你说陶渊明他不是 读书不用心念 他是他所谓的不求圣洁不是说他不用心念 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念的真的太无聊了 所谓的圣洁就是像这样子 有一本书于是有人瞎掰 又有人为了瞎掰再去瞎掰 那这些你全部都要念 不对嘛 所以宋朝的时候提出了这个理学 从我刚刚讲邵雍 二臣他们提出理学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世间的道理 学习道理就好不要去学那一些无聊的经典上的句子 不重要 学道理就好 那学道理他为了要能够让他的这种思想对抗原本的儒素 所以理学就会自然而然的发展到所谓的这个内圣外王之道 他要去强调 因为以前儒素运行很久嘛 人家会说儒素运行的很好啊 那所以提上理学的人就要强调说 你如果懂理 其实这个理呢就是古代圣贤他内心理所想的 只是他讲出来你听不懂而已 于是你们一直瞎掰那都是不对的 你如果懂理 对内你可以让自己做生活的像个圣人一样 对外你如果有一天当个臣子当了皇帝 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国王 你如果当臣子 你可以帮助皇帝去施行王道在这个世界上 那所以理学到后来也是走向这种内圣外王之道 于是也演变出了一些好或不好的结果 我们下次再来聊他 回来看刚才的这 回来看刚才的这三题 那就很简单了 23 我们刚讲到刘易这件事情 23要去跟1加 23加1 是24 那7加17呢 也是24 所以其实他们的等差中向都是 12 所以其实S23他就是 所以其实S23 就是23个 等差中向 而等差中向就是 根号34 一半 可以吗 所以他就是 二分之23 根号34 OK 再来看第二题 如果第17项是-34的话 求A3是1-3-1-3-2-2 求A9 那这题跟刚刚的 练习的那一题一样 就是说 因为17 17加1除2就是9 所以你可以捕捉到其实 他的等差中向就是A9 那A9会是多少呢? 既然等差中向是A9的话 那么其实A9就是S17 整个极数的平均 所以拿去除17 也就是-34除17 就是-2 可以吗 这都很简单算 其实数字越丑的 但有可能还是得照规矩算 但是也有可能是很简单算 那如果说是少给条件 但是不是出错的话 那么题目没有错 你留意一下发现他少给条件 我说等差数 例如等差级数 要有两个位 他有两个位置数 所以要有两条方程式 如果他只有给一条 那就一定是代表有一种技巧在里面 通常就是等差中向在里面 来看这里 A3是3加上1-2 A11是-3 哇 他问的是第9项 那么这个 S11 S11是-3 11的话等差中向前 其实是6 那不是9 那怎么办 如果你发现这一点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11的等差中向是6 那么 第三项跟第9项 其实也是6 所以这个11加1 他其实也是3加9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S11的等差中向 如果我把它去平均完 就会是A6 那么就会是A3加A9 除2 那么也就是11-3 他会是 A2a3-3 2-3-2 2-2 加A9 2-3-3-2 3-3-2 -18-11-29 -29 然後這是加11-2 也是會有數字很醜的時候 不過我們一路的推論都是合理的 它就是對的啦 好 那麼我們這一堂課就上到這裡 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